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比如我的tc写的是 How Social Media Marketing 然后affect small business 就是这个SME的 business 我读到那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人的focus不会超过多久 然后我就想 就是短视频的时代 某些情况下我就 争议就倒了嘛 然后其实我要拿出那份勇气来 做一个短视频 然后是我自己的IP 然后就踩入这个行业去四下 就是那个勇气 其实我有那个知识点 就是勇气我觉得比知识点更重要 我当初做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开店了 我想通过这个让大家知道我有卖烧猪 所以我就跟猪跳舞 第一点你要有勇气 有勇气去踩出这一步 然后第二点你要找到你的定位吧 我之前的定位就是 我想过妈妈拍视频 但是我妈妈是一个很害怕上镜头的人 然后我父母当初开始拍的时候 你看我爸爸妈妈是基本上在镜头后面闪过了 我有叫她妈妈不进来 然后到后来我妈妈也尝到甜头了 就是她也会觉得这样子也没有错 而且她出去卖烧肉 人家也会 阿姨有一点 哎呀你又上镜头了 你又跟你儿子都很开心 她感觉到那个很开心 你看这其实没有不好 因为这样子的缘故 老实讲我跟我家的感情也更好 第三个就是你的价值 你要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 你多做一些真能量的东西 我觉得会比较 会声音上面对声音比较长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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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